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各位菩薩 大家阿彌陀佛 請大家翻開我們的課本應該是在 如果是傳要的話 就是在卷書的289月 如果是書抄的話是卷16的39月 我們這邊最主要是講這個誰的 這個世界海這個安利 這個安利因之十項內容 起初的第一個就是這個世界海的成立 要多少因跟緣 我們環境的部分來講就是 列出整個整理成十項 十個 那我們這個十個的部分來講 那我們前面的就已經介紹完了 我們這個 我們常常跟基頌都講完了 大家就是要記住 整個最主要的重點 是在我們的這個誰的 就是我們第一個就是如來神力 因為整個 這個完全是站在這個誰的 那個佛的 因為佛可以通這個山土 可以通他自己的去正覺世界 因為這個國土來講 不外是去正覺世界 還有這個誰的 有群世界 還有這個眾生的這個誰的 那個去世界 那有群世界 按照來講其實這個是比較屬於 整個世界的這個 這個我們所說的物質 這個世間的成立 那我們這個成立 最主要的就是我們所說的 這個佛的神力 如來神力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如來 他的智慧都可以成 第一個就是他 那個去正覺的世間 本身就是由佛 經無量解釋 修學成就的 好 那這個 這個 我們眾生的這個 這個 七世間是由 我們這個如來 一直在莊嚴著 這個我們是這個 七世間的這個 這個 這個佛圖 那第二個就是法爾如釋 整個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這個真如 因為整個這個法爾如釋 除了是 整個 整個眾生的這個 這個 因為如果是法爾釋 這個 法象中的解釋 就是 於 我們 第八 這個 第八的這個 所謂的 大願見之所變 這個是法爾成立 那如果是 以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 這個真如 因為整個真如 本身來想是 因為真如隨緣 不變 不變隨緣 他是用這個誰的 這個 因為真如是 眾生如果 對真如迷惑 就成就眾生的這個七世間 如果你能夠 能夠 整個 覺悟這個真如 清准這個真如 所以能夠 這個 依這個如來釋 整個開發出這個佛的淨土 這個是 這個第二個 就是法爾如釋 第三個就是 我們 這一切眾生的 這個 業力 這個我們比較屬於第三種 因為眾生 要造善造惡 就有這個誰的 這個我們所說的這個 不敬的這個誰的 七世間 如果能夠造敬業 無漏業 就能夠 成就這個佛的淨土 那後面的四項就是補充這個 菩薩 如何成立淨土 如何成立淨土 那在後山就是整個講這個誰的無礙 無礙的神辯 所成立的淨土 這有這三種 整個總共有十三組 整理出十項 十項這個陰跟遠 那我們這個 我們整個 我們整個接下來這個 第二個 就是 就是講這個 世子 去世間如何所依住 這去世間依什麼而住 如果是那個 如果是那個 如果依照我們的這個 神官法師的解釋 這個屬一柱的這個 最早的他 最早的是講這個 他 最早的是講這個 求求希望 希望 那就講到那個所依住 所以我們看經文 不先不善 又復告大眾 所以 一一世界海右 世界海威城 數所依住 這個每一個世界都有非常非常多的這個世界 裡面 那個 數 所依住 這是講到這個 一個 一個世界 這是講 去世界 或是我們說的世界 它到底依什麼而住 因為它這個屬一柱跟 跟形象 跟體 因為同 都是有牽涉到寶 莊嚴 這個誰的 七真八寶 它有這個光明 它有這個光明 所以看這個講 按照來講這個 屬一柱比較 按照 如果依成文法師的解釋 就是講 每一個世界 它到底 它的心 從它心 從它心來講 它的這個 所謂的 它就是 就是 這個屬一柱最曉得的是從 眾生心的這個 眾生心 它就是 就像我們 為什麼會待在這個 這個國家 其實對於這個國家 有一些 盼望 因為它最小的是講 樂球 心樂有差別 為什麼 就是講 為什麼每一個國 這個世界不同 這個屬一柱 這個 通懶禁 通懶禁就是講到 因為它這個屬一柱 比較放在這個 眾生的友情 心 這個嚮往的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講到 才會阻擋這個 誰的世界 這個世界 所以這個講到 誰的 眾生如果 比如說我們 我們自己的愛好 愛好 如果我們愛好 這個解脫 大鋪地 我們就會走向淨土 如果我們 如果愛好 如果是世界的愛好 無成欲樂 就會走向這個 或者會土 所以這個講通懶禁 所以懶是會土 還有這個禁土 這個是為什麼 就是講到誰的 為什麼 我們這個 比如說我們地球村 為什麼美國 英國 法國 這些的國 這些國家 因為這都跟這個世界有關係 因為這都跟這個世界有關係 所以它到底 依什麼而住 依這個實相 第一個就是依莊嚴住 就是這個所謂 這個講的莊嚴 這個講的是樂 這個樂是講愛愛樂 種種種的裝飾 種種的裝飾 種種的裝飾 就是講到誰的 這個誰的 這個 比如說這個七針八寶來裝飾 這個七釋絕 這個是手衣術 所以這個一 最講的是我們 這個 整個住在這個世間的 他有情愛好 所以依這個愛好 而住在這個世界 這個 這個要怎麼 我們還是那個 因為有時候我們沒辦法想像 比如說如果說我們講 這個樂是好 好顧 就是愛好這些裝飾 為了這裝飾 就是整個追求這些裝飾 這些有哪些世界 我們是 你要講天界 因為天界 中間 不是說戲論 戲論天 所以有時候 我們實際上有時候很難舉例出來 所以也就是照著解釋就好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 就是我們不是佛可以看到這些世界 第二個是講 依這個誰的虛空 這個依虛空 這個第一個是講 依一切莊園柱 這個一切莊園柱 這個 第一個是依一切莊園柱 這個莊園最小的是 就是我們所追求的 這個 按照是講這個 七真八寶的種種莊園 那第二個就是依這個誰的 虛空柱 這個虛空柱 它這個解釋就是 樂無愛 這個無愛 那這個到底 這個 還是不 那個 沒辦法跟大家這個舉例 因為這是講的 因為從這個虛空 這個虛空本身就是無愛的解釋 所以這個就是友情 他一直追求這個無愛自由 那第三個是 依一切保光明柱 這個是 樂 樂在這個所謂的 保光明 是整個樂在它本質 這個質 這個質是講 本質就是光明的意思 因為光是在表色裡面的形色 因為光本身是色法中的一項 所以這個質是講那個色法中的光明 因為講這個質 因為講這個質光的這個質 這個質 最主要是講那個 我們所說的色法中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 它的光本身就是 就是 它有這個 它有這個 質性 所以講一切保光明柱 那第三個 第四個 是 覆一切佛光明柱 這個佛光明 它這個解釋就是講到 因為我們 追求這個佛的光明 佛的光明當然是解脫 或是智慧 所以我們就是不 它去解釋就是 我們如果眾生 因為這個最主要的是 不重苦 因為苦 黑暗是苦 所以才會追求這個所謂的 佛光明柱 那 第五個是講那個所謂的 一切保色光明柱 所以是愛 愛禮這個誰的 職光 它是 也是 按照來講 這個一最主要的是 追求 因為心樂 心樂的部分來講 就是希望 因為寶色 去講光就寶色 非寶 發光 因為它光本身來講 就是一種色法 所以並不是 比如說我們有一些珍寶 它會發光 也並不是那種珍寶的發光 是本身就是光 光靈它本身就是表色的一種 那 第七項就是 依這個誰的 這個 如幻葉神 大力阿修羅金剛守住 這個是講這個誰的 陳冠解釋是依神附著 因為是講大力阿修羅 金剛守 這是講神 因為大力阿修羅是誰 天龍 就是我們世間主的 誰的 因為阿修羅是我們世間主之一 世間的 因為阿修羅 按照來講是他有一些威力 就是講依這個誰的 神父 那 第八項 是講依一切 世主 神主 這個世主的部分來講 是講這個誰的 按照這個 按照這個講 這個世主比較屬於天的部分 因為幻天的部分 不是我們幻天會有這個 幻天 幻天在我們的解釋裡面就是 祂是一切世間的主 祂認為是所有的世間外 都是由祂變化 這個在書超的卷十六的三十九頁 因為就是我們 這個是我們普賢菩薩告訴我們 所有的世界海 就是我們所有的世界 因為世界海的海是譬喻 這個世界如沉煞一樣 如我們的沙 非常非常的多 所謂譬喻成為海 它到底依什麼而住 這個所依住的部分來講 是講到誰的 那個按照來講是比較屬於這個 因為它是講到這個 牽涉到眾生心所追求 所以這個 因為裡面我們實在是滿難想像的 所以只是依這個經文來說 實在很難跟大家舉出例子 所以這個依一切世主深住的部分來講 比較屬於這個誰的 那個 有時候是講那個誰的 比如說這個 那個 那個他化之在天 那第九個是依一切菩薩深住 就是依不善願力所 所仁慈 那第十個是依不善不善願力所生一切的差別 莊嚴海住 所以這個是講到這個 這個不善不善 這個安 就是讓我們不善不善的願力 讓眾生來安住 所以諸佛之世界海 如是等如世界海 微神術所依住 所以他舉出這個實相 那我們後面的就是有這個 這個 因為很難想像這個 這些 就是講所依住的 這個 這個內容 所以我們 那個 那個後面有這個寄送 非常多有二十二送 那我們這個講到誰的 其中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如何廣大世界依有情等 這個依有情等 比較屬於這個 講這個第七個跟第八個 為什麼有些 依這個誰的 這個 這個講那個 阿修羅 或是依這個誰的 天的部分來講 是講到誰的 世界主 按照這個世界主 就是他化之在天 為什麼 那麼大的世界 是依這個 友情 這個友情是講那個 他化之在天 還有這個誰的 這個 世間主 這些的 這個小類兒主 小類的部分來講 就是講到誰的 因為不管是我們這個 他化之在天的這個天 跟佛世界來比 他就是小 這些是小小的眾生 而主 所以他說有惡意 這個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講那個 外有內感 不受一生 那個 因為我們 我們所追求的世界 因為就是講這個 眾生 到底是 比較涉及他到底在追求 哪一類的 這個世界 所以這個講到誰的 因為外是講的 所依保 這邊都是屬於 醫保的部分 就是我們 我們到底 比如說我們眾生 這個生命 到底在這一輩子 到底依什麼而 而生活 你的家 你是依什麼目的 而活在這個世界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所以他比較傾向 你輸這個部分 因為 所以他從這個 心的有差別那邊來解釋 因為如果你 不從成關那邊解釋 你就會覺得說這個 這個跟這個 世間的形 還有世間的體 這個世界的形狀 還有世界的體 體性 到底這三個有什麼 怎麼這樣子做分 分叛 所以他這個講的 最重要的是 就是於眾生的所 所向往的世界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事 我們想要去追求 極樂世界 所以我們開始就 一直要 因為這個講 這個阿彌陀佛 或是我們所說的 他們這個誰的 這個 是講願力 這個我們菩薩的願力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未來 往生到這個 這個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這是講外遊內感 所以這個講一跟身 因為一最主要是講這個誰的 這個七世間 生就是我們生一定要住在 一個土 所依土 所以我們是 所以這是講到誰的 這個 為什麼廣大世界 他就有說是 因為他最假的的是為什麼 有說 就是 這個 金剛 復法 就是阿修羅 阿修羅是金剛守住 因為我們最假的就是我們這個 所依的七世間跟所感的色身 都是 我們這個外型 還有所依的 其實都是 都是由我們的這個 內就是我們心所早感來的 那第二個就是樹葉 樹櫻力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 我們會住在哪一個七世間 這個就是我們過去所早夜 就是講夜律所持 這個是 整個 講這個樹櫻 樹櫻本是跟我們過去所早的 這個櫻有關係 是夜律 第二個是現在轉變力 這個講到誰的 這個 因為現在轉變力 就是比如說我們 我們現在 不是我們 誕生到這個台灣 這是我們過去的夜孕 但是我們慢慢的開始 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 這個 吉福德 有時候 我們所說 有時候就是 未來就慢慢往生 比如說我們現在好好的 聽聞 修學 念佛 未來轉生到 阿彌陀佛极樂世界 這個腳現在轉變力 這是圓 圓 一個是陰 一個是圓 所以我們這個圓 我們最主要的是 折衷在圓 這個 世主菩薩神力 仁慈 色俗己故 這個最主要的是 有講 有一些菩薩 還有一些 我們所說的這個 世間主 比如說 這個 我們這個講 復法的這個 誰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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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 這個 東西南北 這些的世間主 祂發願 父子佛教 就是講到這個 世主是講 這個 我們所說的世間主 還有菩薩 祂發願 那第二 因為有兩意 第二意 因為祂的內感 最主要的是 著重在 過去的因 跟現在的怨 那 第二個是講 無肉體式 大小無愛 得相依住 就是講到我們 無肉體式的部分來講 最小的是由我們一些 菩薩 因為祂本身就是無肉 無肉體 祂能夠變化 祂能夠自在神通神變 比如說我們前面的這個 這個世主 廟言品的這個世主 他就是有這個 有這樣子的 本身有這種 他本身有無肉性 無肉的這個境界 所以 整個為什麼我們講到 比如說我們廣大世界 為什麼有時候 比如說我們前面所說的 這個世間主 四十九位 他為什麼可以來到這個 這個法上世界是參加 這個 比如說那佛的成佛大典 就是 這個來 我們 我們最假的還是比較 講這個 這個 那俱頌的部分來講 那個俱頌的 大家全看一下 這是書超的四十月 或是我們在這個 傳要的部分來講 就是在二百九十 就是卷述的二百九十頁 他的寄送有二十二文 非常多 最假的就是補充我們前面的十項 因為前面十項實在是很難體會出來 因為我們這個 那麼大 因為是講到這個佛 講這個世界 世界有慧的 就是我們眾生的七世間的慧土 還有佛的清淨的淨土 這個 他到底是怎麼樣子 眾生的這個心形 這個心形還有氣窮 所成立的種種差別 所以我們看這個在 俱頌的部分來講 有二十二文化 又分為兩個部分 就是第一頌跟後二十一頌 所以總顯一切世界依佛神力而助 這句話實在是非常非常深厚 我們真的很難想像 這個我們現在這個七世間還是 佛還是來莊嚴我們 就是整個還是不離開佛的 這個加持力而安住在這個 而安住 所以是講那個 第一句 遍滿十方虛空界 所有一切諸國土 如來神力之所講 處處現前皆可見 這個是 所以所有的佛圖 都是種顯 都是依佛神力而助 因為佛 就是 因為佛為了度 我們是世界 這個世界 不是世界 不是世界 所以他每一個地方都會去 這是我們整個是很難想像 所有的 所有的虛空界的 所有的 這個國土就講 七世界 不是我們所說的 會土 淨土 全部含在在裡面 所以我們這個講到 都可以依這個如來神力而助 而助 他這邊是講到 常常沒有列出來 其實按照來講是在 這個 他這個 從這個書草裡面 這個陳觀 陳觀法師 他整個講就是 整個就是寒色宅這一項 就是不離開這個 所有的世界 依佛神力而助 然後二十一句 總共有九項 這個九項 整個就是 整個就是解釋前面的 這個誰的 十個 就是我們所說的 所有的這個 國土 應該是 為什麼成立 眾生的判囚 眾生想要什麼樣 按照來講就是講到 心熱的部分來講 就是眾生想受用什麼 因為心熱就是心所 有心的意願 那我們眾生為什麼會 逮宅這個國家 就是因為他受用 所以這講到那個 因為這最小是心熱的差別 應該是講 應該是講 有群人所追求的 這個 所成立的這個世界 而有種種差別 那我們這個講 在於虛空 第一個是 按照來講的是 一張炎柱 第一個是一張炎柱 是富有種種 諸國土 無非旅夠保所成 親近魔力最淑妙 自然普現光明海 這個最小的 有時候講到 就是我們講到 我們這個去世間 實在是台 按照來講 有時候國土為翠 就是有時候經過一些意外 一些山崩水難 就整個國土 就被破壞了 如果我們現在想說 有一個佛國 這個世界 淨土 而不會被破壞 非常非常莊嚴 所以我們有時候 會有這樣想這個去追求 所以它是講到誰的 這個 離垢堡莊嚴 親近魔力珠 自然普現光明海 所以這個 這種去世間 是我們眾生所樂於去追求的 是一張研究 所以為什麼我們 比如說我們這個極樂世界 為什麼要去形容它是七真八本為地 所謂看到的世界是游離 非常非常的 就是我們 莊嚴為妙 就是我們 有時候我們講 就是我們 如果能夠 就是趕 比如說我們為 往生者開示 這個極樂世界的 種種的理好 他們就會去追求 所以有時候 為什麼佛國世界 為什麼要描述這個 所謂的 游離為地 七真八寶 種種的莊嚴 讓我們眾生能夠向往 那第二個 這個 是這個 這個 富有清淨光明差 依止虛空借而住 就是講到這個 依空的部分來講 就是 眾生欣賢 去求這個 自由無愛 無愛 就是講那個 無愛 比如說 你不要以為這個不是 比如說這個無色戒 它就完全沒有色 它都是 整個都是無愛性 無色戒的這個 四個 無色戒的這個誰的 這個 這個 因為是講它所住的 七世界 所以為什麼 社 為什麼這個 因為感覺到社法 有 就是有自愛 有 我們所說的 有一些不好 有缺點 所以他們追求這個 沒有自愛的世界 所以為什麼講這個 這個 清淨光明差 一直虛空借而住 這是他們所追求的世界 那第三個是 講迫在 摩尼寶海中 富有安住光明差 這是依這個寶 這個光 依光 好 這個第四個 這是別頌的第四個 因為總頌是第五個 總頌是 那個 因為是講到這個 它分九類的第四類 是講那 如來除此眾慧海 眼殊法倫皆巧妙 諸佛境界廣無邊 眾生見者心歡喜 這也是 我們是講佛光 所以併佛教海成世界 這個按照而講這個 按照是 因為佛光明 最假的的是 如果是按照而講的是 佛的這個 這個說法 叫聲音 說法 因為佛的聲音 還是有光明 光明的展現 所以這個是 它是講這個 可以雷這個 所謂眾生的苦難 因為 這個 不重苦 因為是講併佛教光 這個講佛的 因為佛教光最小的是 遠受法輪 因為我們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的時候 我們 聽 這個講這個 依照佛 佛的這個 所謂教 教化 然後我們追求一個佛的世界 第五類 那第五類 是母女座顏事狀如華燈廣分布 香燕光於色自然 賦予妙寶光明之寶 他這個是講那個 就是解釋這個 長行的這個誰的 寶色光明柱 以言的部分來講是莊嚴 因為莊嚴的部分來講 最主要的是 這個摩尼寶珠 還有這個腹 腹的部分來講是講那個 這個腹是講上面加上這個 所謂的 因為腹是講 像我們的桌子 加上一塊布的意思 腹 覆蓋 就是講上面加上妙寶光明網 這個最主要的還是 追求的這個誰的 非常莊嚴的這個 還是以光為主 清淨光 因為這個我們比較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有些眾生就是 他的 他所追求的世界 第六類 第六類 就是講 這個兩宋最主要的是 如果我們還是直接看這個 成觀法是解釋 所以講最主要的是 有關於佛陰神 因為佛陰神最主要還是講佛書法 因為上海隨輪轉 這個送這個佛陰神 這個為妙善手感 因身有為神故 因為他這個最主要是 宋佛陰神 佛陰神最主要是講那個 他的解釋在這個諸佛廟上講演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如果是長行的話 就是講那個 第六項 就是講依一切佛陰神助 我們從這邊來看 寄送裡面 寄送裡面法 很難找到有關於聖音 所以他這個比較屬於 從長行的解釋 如果你要真的要 關於佛陰神 就是比較屬於 第二頌的這個 破有在海隨輪轉 那個輪是講法輪 因為佛說法的法輪 所以從這邊來講 會比較牽涉到佛陰神 那我的第七類 這是佛陰神助 佛陰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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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講這個 這個是講這個 有時候是講這個 世界主 因為金剛 這個 阿修羅 大力阿修羅型 這個講金剛神 金剛神 他的這個形狀像 這個阿修羅 他的這個力量有像這個阿修羅 所以這個比較屬於金剛神 也是天神之類 還有 還有這個誰的這個 這個天主神 這個天主神是他化自在神 因為講這個天主神 都是講我們世間 這個六一天的最高天 最上的這個他化自在天 因為他化自在天有這個 就是他認為 所有的 一切的人事物 都是說他所辨的 所以譬如這麥佛常住在這邊 長在這邊轉法 也是屬於說法 是佛優說法 所以我們眾生聽了之後 會上網 會上網未來 到底我們要走 走向哪一個世界 那後面最主要的是 第八類 有六獸 就是他最主要的是講這個 依菩薩深住 我們念過去就好了 因為我們是 因為我們所謂的感受 我們實在沒辦法感受到這種境界 不是 就是講那個菩薩 這是菩薩的 關於菩薩 這依菩薩深住 它是這個 成觀法是解釋 比如說這個 術 術下平均住 這依菩薩 這個 這個依是我住 還有香燕雲中 易富蘭 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大水 中 有這個 住這個 堅固的金剛海 或有衣植金剛床 或有住於蓮花海中 廣大神變 無不咎 譬如說 那 此能獻 所以這個講 都是菩薩 所獻身 這個如果是菩薩 所獻身的話 這個時候 我們 眾生如果看到的話 會有這個 判固 心願 這我們 大家自己去看 這是佛所說的 這種境界 我們實際上 沒辦法感受出來 就是大家念 因為 比如說我們是講到誰的 我們這個國家 我們這個地球 世界 比如說北歐有北歐的 去世界的 這個 感受 它所處的環境 比如說美國有美國的環境 比如說英國有英國的環境 這些那麼多的環境 為什麼有些人就喜歡住在那邊 因為它所樂趣 為什麼你喜歡住在台灣 為什麼你喜歡住在中國 除了跟業力有關係 也是你自己的愛好 跟自己的 所謂的 意願有關係 因為這個比較屬於意願 這邊幾乎都講意願 那我們這個 後面的 第九類 就是普賢菩薩的這個 願力 這我就不講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普賢菩薩的這個願力 因為普賢菩薩的這個願力 它希望能夠度好眾生 我們整個跳過這個 所謂的 就是我們要知道 我們在這個所謂所依住 最主要的是 眾生所盼求的世界 它未來所想要去向的世界 所以它依那個而住 所以所依住的部分來講 我們就報告到這邊 下面講這個 有關於這個 世界還有種種差別形象 這個差別形象就比較好講 就是我們比如說 我們台灣有台灣像這個一個樹葉 像一個什麼形狀 美國有美國的形狀 中國有中國的形狀 每一個世界 每一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國土的形狀 講種種形狀的差別 所以有時候講 或圓的或方形的 或這個所謂的 就是有圓的有方的 或是有時候講 你說它是方形的又不像 你說它圓形 就是在方跟圓所 它有像有點方跟圓 兼有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差別 另外是 比如說有像這個水玄 比如水玄的部分來講 就是我們在 小時候在打瓢的那個部分來講 有這個水非常非常多的圓圈 這叫水玄 還有山雁形 山雁形就是我們在 我們在看高山 這個好像有非常非常多的高山隆起 這個講山雁形 就是有樹形 有花形有宮殿形 所以有非常 這是它的 我們所看到的形狀 就是所關於 國土 就是我們講 每一個眾生所呆的 這個國土的形狀 有種種差別 比如說香港 就有香港 它的形狀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的印度 就有印度的形狀 我們一看就可以 可以看別出來 因為從形狀的差別 這應該可以感受出來 因為這個是講到 誰的 這個世界的成立 比如說我們 人有人的差別 眾生有眾生的差別 國土的這個形狀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差別 那長行的部分 長行就講完了 那宋的部分來講 就是 第一宋 應該是種種術 就是諸國土海的種種別 種種種莊嚴 種種樹 梳行工業 騙食方 如何得應先共觀察 就是應該要去觀察這些的差別 這個是牽涉到 菩薩要有 我們所說的別相制 比如說看到這個人 為什麼跟那個人 為什麼不一樣 菩薩馬上就可以知道 過去的印跟現在的月 所以為什麼講到誰的這個 所以為什麼講到誰的這個 應該要去觀察 就是我們牽涉到智慧的成長 勸戰 總戰 欠觀 要去觀察這些種種種有差別 在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第一宋講完後面成的就是 宋這個誰的 這些的 前面常常所說的這些形狀 又 後期宋 這個前無量差別 這個 這個 最主要是講這個 我們所寫的這個國土 有非常非常多的形狀差別 就每一個 比如說我們講的這個 比如說我們一個台灣 桃園的這個 國土的這個所謂的範圍就不同 還有台北 還有台北 還有這個台中 他們的這個 所分佈的這個領土的形狀就是不同 那 那個 後期 第一 因為前面三個頌最主要是講 這個 前面兩個 因為它有分三 有分兩個 一個是 第一個是總 總說這個 氣勢間的種種形狀的差別 然後要欠我們菩薩要去做觀察 去觀察其實是種種差別 因為這個跟陰有關係 那我們後面的這個九頌 就又分 整個九頌 它又分兩個 初二頌 頌前十段 初二頌的這部分來講就是這兩頌 最主要把這個十個 我反面下去 因為就是講 從這個 就是講它的這個 道理 一個狀是講 到底是圓的還是方的還是方圓 方是直形的不是長方形這些 所以有些是 就是有些圓又有些方 或是山去八偶 山的部分來講 就是講 就是講它的這個 就是它也是跟它形狀有關係 這個講這個 山是腳 山腳 八偶 偶是腳的意思 或是它形狀像這個蓮花 或是像這個誰的 塑形 或是像宮殿 這些的 這個形狀 這個都是 總說來講都是過去 跟我們眾生的月律有關係 一些 過去我們所造的月律有關係 破有清淨厭莊嚴 真經堅錯多數好 門踏盡開無庸志 是如月廣義無雜 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這個清淨厭莊也就是講到 按照這個是講比較有 有些國土比較有這個 按照講有範圍 就是我們說有極限 比如說我們所說的這個 佛的境界就是沒有極限 沒有極限比較屬於這個 後面的 因為講這個 油業廣義無雜 因為它的這個形狀 比較屬於這個 比較屬於像火焰 非常莊嚴 非常莊嚴 不是真 精真 就是講這個 就譬於這個講這個 精子一樣 這個是業 一個是 上面的業比較屬於這個有愛 而且是有煩惱 那這個後面的這個業是比較屬於清淨業 所以它分這個 這個我們眾生的有肉業跟 這個誰的這個 這個清淨的所造業 所形成的這些形狀 這個 那後期分二 就是這個後期比較屬於無量的差別 這個講這個燦油音域 這個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好了 謝謝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各位菩薩大家好 好 那我們就 就是 稍微提這個誰的 這個世界孩的 它是 它的這個 形狀 有種種差別 那我們就提到這邊好了 因為後面的實在 我真的也是沒辦法 能夠 替大家說明 比如說這個所謂的後世 自在有佛神變 這個我就不講了 因為實在沒辦法 因為這個是很 要有 應該是要有一些境界 才能夠感受出來 那我們直接看 這個 這個世界孩 第四項 因為整個 我們應該知道這個 這個世界 如何安慮的這個世界 謝謝 我們現在在講這個 我們現在在講到這個 剛才是講第三個 我們今天的這部分來講 最小的講二、三、四 這個屬一柱 還有這個外臟 外臟的形狀 有種種差別 還有這個世界海的這個體性 這個世界海的這個體性 就是它 比如說 這個 這個最小的 這個是我們這個 比如說這個世界 比如說我們所說的這個 非洲的這個沙漠 跟我們中國的這個 比如說中國的南方 非常豐富 回沃的這個土地 這兩個不同 因為講這個土的資訊 就是內體 就是內體 比如說我們三界眾生 比如說我們欲界 人 最小的是 我們最小的 依這個誰的 世大 地水所合成 可是如果是社界眾生 他就是沒有社法 所以兩個這個質性不同 所以講內體的差別 所以講世界海它本身這個 我們所說的這個怎麼樣子 我們所說的講它的結構 內在結構 我們這個 世界海有中中體 我們這個講到 世界海有中中體 因為這個體最小的講 每一個世界有它本身的內在的結構 好 第一個先標 這個按照來講的話 它比較講的這個差體 比較去向於這個淨土 淨沙 這個長行 有列舉出二十種 後面解釋 然後再結論 這哪二十種 它當然是有分類 這個二十種 這個二十種 第一個是保莊嚴為體 就是講破一切保莊嚴為體 如果直接依這個陳觀的超來解釋 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就是我們這個 每一個世界的結構 比如說我們這個世界 按照來講比較屬於 比較屬於 比如說 我們所說的這個 按照來講 我們講比較屬於大地 不是 因為國土 比較屬於大地 按照去講到誰的這個 我們會 超那邊在解釋 就是整個這個世界海的這個 內在結構是 是什麼 比如說你的家 到底是用水泥打造的 還是用這個誰的 鋪上這個地磚打造的 還是鋪上黃金打造的 有吧 有些非洲國家 它的地全部用黃金打造的 所以到底是你的 你所住的這個世界 到底是用什麼打造的 那第一個是一切寶莊嚴 一切寶這角是講七正八寶 用這個七正八寶打造 那第二個是一寶 種種莊嚴威體 一寶就是比較 比較涉及比如 應該是涉及比如說黃金是黃金 只有黃金 因為他講一寶 不是我們所說的摩鈴 玻璃這些 所以他這個一寶說 因為我們說黃金可以打造 圓形 不是我們所說的方形 種種形狀來莊嚴 莊嚴這個世界 你講一寶種種莊嚴 另外是講到這個 一切寶光明為體 一切寶光明為體 或是種種色光明為體 還有這個所以 一切莊嚴光明為體 亦不可壞金剛為體 這個最主要的總說 按照比較屬於 這個世界 比較屬於物質的 比較倾向於物質所打造的氣世界 只是這個物質到底要 你要是用一切 所有的這個 七正八法來裝 還是只採用一種 或是用光明 第二項 最主要是用佛力所持 還有妙表像為體 還有佛變化為體 還有日摩尼倫為體 還有日摩尼倫為體 還有這個 佛以這個雞為系寶為體 佛以一切寶厭為體 佛以種種相為體 種種相為體 比如說相機佛國 就是這種 相機佛國 種種相為體 佛以一切寶光 寶華槓為體 佛以一切寶影相為體 我們透過這個寶光的分類 我們才來介紹 來說明 我只是先念過去這個 就是講到這個世界 是什麼打造成的 佛以寶 佛以寶 寶以上為體 佛以一切莊嚭所持現為體 佛以一切莊嚭所持現為體 後面的佛以雲念 雲念心 普世現境界為體 佛以菩薩尋寶為體 佛以這個寶華 佛以仁衝는지 佛以雲念心為體 佛以淵恩為體 佛以堯映ň寶 有這二十項 所以他有二十項 整個在我們書裡面 就是把它分成 它有分成 第一个是八位 就是杀 所有的国土 七世间 所有的国土 不管是佛的净土 还是我们七世间的会土 它怎么打造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讲 佛的净土也有 不是没有 所以这个讲到主教不同 这个讲佛的净土主教不同 那这个 哪不同 就是用这个八位 这个八位最主要是讲这个 谁的地水火风 这个讲四大 最主要是讲这个四大 还有这个为心为体 还有法性为体 或是一切法为体 这边全部都有 金阶俱之 应该是这边来讲 因为 以这个八位 讲地水火风这个部分 这个四大 这个四大就是宝庄园的部分 所有的所有的物质的宝庄园 都是随时的 那那个 或心为体 心为体最主要是讲 一念心普世线 境界为体 或是法性为体 或是法性为体 法性为体的部分 我们看他怎么介绍在那边 那 不过一切法为体 那后面最主要是解释 重法就是 那个 就是讲那个 有关于这个地水火风 四大 那还有加这个谁的 佛阴圣 所以久无久微 这个 有这个 为他 内在的结构 加上佛阴圣 一念心 心线是属于为世顿变 这个是讲 比较属于佛 按照这个 一念心线 最主要是佛 就是为世所说的 为世顿变 这个佛变化的 最主要是讲这个 比如说一切双眼所视线 是为世顿变化的 那个日模拟轮是属于日轮 还有这个相通直气 这个相最主要是讲直是讲本直 受直的部分来讲 就是讲相气的意思 佛阴圆为体 最主要是讲这个 佛阴圆为体的部分来讲 最主要是讲这个物碍实体 体式 那我们直接来看这个书超的部分 超的部分 就是讲物教出体 这个最主要是讲这个 比如说 身文圣对于这个 比如说我们 他们所了解的这个气间 当然是怎么打造的 最主要是用四大 地水火风 佛阴最主要是讲地水火风 不是讲我们的空大 还有四大 七大 空大 四大 就是我们的这个 身文圣所说 气势间怎么打造 离不开四大跟空大跟还有四大 如果是唯心 就是使教 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 这个一念心线 一念心线最主要是我们 比如说最主要是我们这个气势间怎么成立的 就是我们由我们的众生的地八是所生变 所以他最主要是为世事变 最主要是我们的法相中的这个为世佛说的这个 这个气势间怎么样子来的 我们的众生一念心线 我们的众生一夜里 我们的众生一夜里 第八是阿赖一世四变 这个圣变 神变所成 所以这比较属于阿来一世的 因为这个大赦使教 在法院成官的部分来讲 就是法相忠 为什么是法相忠 因为他所说的五位白法 跟申文社所说的很雷同 都是讲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心是什么 我们所谓的有为法是什么 他的说法是非常相对一头 法性最主要是宗 这个法性 这个只讲法相 所以法性最主要是讲 我们这个般若跟宗教跟顿教 因为是讲我们成官把这个教 所有的教把它分为这个 这个障约的藏教 使教 还有顿教 宗教 还有原教 大家请看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法院书上的这个 因为它有在依照 大家请看一下这个 这个在我们这个表格的第九页 第九页 这个显守守力的小圣教 就是长藏教 三藏教 这个人还有大圣使教 还有大圣宗教 大圣使教就是我们 解圣秘经 因为这是他所分的 大圣宗教最主要是讲这个 这个所谓的 比如说法华经 就是比较随于大圣宗教 因为每一个众生都可以称佛 所以他是这个 他认为这个大圣的 已经非常高的这个 这个禁教 大圣治基 所以所谓宗教 顿教就是最主要是讲 他最主要是讲禅宗 因为他这个灵念 所以比较属于禅宗 他这个比较属于特例出来的 还有圆教 圆教最主要是讲这个华业 圆教 所以这是讲那个法性的部分来讲 就是按照来讲这个 因为顿教跟这个 我们的华华 还有禅宗 就是波瑞 因为禅宗最主要是御波瑞 波瑞经典最主要是御真卢 御真卢 我们法华经的这个系列 比如说我们法华经 还有这个 微摩绝经 还有涅槃经 都比较是 依我们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 也是依佛性真卢的部分 是依法性 依法性最主要是 一个是依心来命名说佛性 一个是依我们的法来命名 就是法性 法性通寒是无情类 佛性只通有情类 所以讲为什么他 有时候这个法性就是讲那个 他不离开这个真卢佛性的部分 那一切法 最主要的是 就是这个原教 就是我们法研经里面的整个 因为佛所看的这个境界 他可以看出 就是所有 比如说每一个法都可以让 都可以成立一个七世间 我们是看不到这种境界 我们所看到的比较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讲的是 七世间 依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四大 因为四大是四极尾 还有这个空大 四大 所以讲这个 那死教的部分来讲就是 我们现在所 我们为什么会到这个地球村 就是我们 有我们这个心 我们心这个造作 心的业力 所造作的 然后所得的一手果 然后这个有阿赖耶士 最主要的种族体 就是阿赖耶士 第八是 马上生变 会生变到一个上官的七世间 就是讲死教 所以他为什么讲那个 这个 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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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 我们看一下这个 好 是 他的这个 因为讲那个 五教出体 就是八为为体 义为心 这假如是 讲那个 那个 五教所说的这个 因为他都会成立一个七世间 那他这个七世间到底用什么来思考 就是什么样子的结构 那后面的部分来讲 这个二者通名原教 聚于世间 聚于四义 这个原教 因为他 这个因为法院区比较走 走的是原教 按原教的部分来讲 最早的他所说的这个七世间的 他七世间的这个结构 那个比较趋向于这个顿教为法性 因为他最早的是比较一真如 还有这个 因为 就是我们所说的顿教 他比较走的是这个针 所谓顿教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什么说为顿 就是我们要细细处灭 言语捣断 这个时候要遮止一切的 这个谁的身面有屋 这个谁的马上 这个 因为顿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这个遮浅 因为我们 比如说禅宗 最主要的是 我们禅宗看到 我们禅宗的这个立场 你怎么感觉到禅宗 禅宗最主要的是 弃正真如佛性 所以这个弃正真如佛性 是你当下要离开一些原语 离开一些心形 这个才能够弃正这个真如 所以这个比较属于遮掀一切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六祖会 他所说的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菩提本无数 灵静一辉台 这主要是遮掀一切的形象 你才能够离开这些的言语 你才能够离开这个谁的 我们众生的心念的这种种的分别 为什么要离念 因为禅宗最主要的是 离开我们心意识的分别造作 分别这个妄想妄念 所以他为什么讲离念 因为邓教最主要讲禅宗 禅宗的般若 那个小圣比较属于四大的部分 这个八为最主要的 还是去查一下好了 因为他八为最主要 牵手地水佛风 另外是讲到这个 使教和宗教 各通全山 洛山各别之二是使教 洛山我还信向元通 元隆其实是通教 这个元教 按照讲那个 这个是讲那个 因为我们讲的这个国土 其实怎么样形成 所以按照这个讲到 这个波瑞的这个邓教 于这个法性真如 那我们的这个僧文圣 小圣比较属于四大 使教跟宗教通于前山 前山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他也有法性 也有四大 也有这个所谓的 我们所说的四变 因为前山最小儿是 我们刚才前山就是这个 这个 小儿 这个还有这个 最后是元教 因为我们的死教 我们的死教就是我们的 大圣法相中 大圣法相的部分来讲 也有讲到这个谁的 众生的这个气世界 他是 比如说我们的物质世界 神学有手造设 能造的事大 手造的设法 所以他为什么 有牵涉到第一个 身文圣的部分 另外是我们讲这个谁的 宗教的部分 宗教就是我们 在这个谁的修学的过程里面 一定要 如果你这个是长真如 如果众生迷惑真如 他对这个真如 完全不知 就走向我们的 会土世界 如果你了解 你弃真如的话 走向进度 所以为什么他还是有牵涉到 真如佛性的部分 然后来当然讲 唯世佛学 就是我们所说的 你会走上哪一个 一手果报 就是我们的 跟我们的心有关系 唯心 我们心意识的造作 所以为什么讲通前善 这个讲洛杉个别 其二是使教 这个讲到那个 洛杉个别的部分来讲 因为讲这个 顿教依法性 身文圣于这个世大 我们这个谁的使教 使教是按照他个别 比较属于这个谁的 事变 为事顿便的部分 因为死教里面 因为死教里面都含塞 这个三个 三五爱性向元龙 但是痛教 性向元龙的部分来讲 按照我讲比较属于原教 因为原教是 那个 那个原教的说法 就是我们所说的 他比较属于一根多 心急 就是讲那个 因为他只讲性向无碍 因为法性跟法相 他角色 他角色 圆龙角色 这个 有时候讲通教 我们看一下 按照这个 大家请看一下 这个他的 因为这是在前面所说的 这个通教 因为有些通教 因为有些通教是讲那个 这个 那个大圣的 般若的 那个通教 一直讲这个 讲这个 无声的 这个 这个 空 无声这个 空里的 这个 这个 所谓通教 就是讲大圣共通 应该讲大小圣共通 按照这个 在表格的 这个 谁的 还是有这个 谁的 那个 十一页 因为这应该是 牵涉到 智者大师 他们所立的 这个 谁的 讲这个 这个 就是 他们这个 科判 把这个 所有的 我们 这个 佛教里面 把分 把科判 这个 谁的 比如说 僧文圣 所以三藏教 比如说这个 谁的 有一些 讲不共教 有一些 讲建教 有些讲顿教 那通教的部分 按照有时候 讲通 是讲这个 大小共通 所以大小共通的部分来讲 比较讲的 无声里 有些讲 升空 法空 升文圣不讲法空 因为这个 我们看 看这个 教旗音源 我们看一下 这个 藏教所设的部分 因为他最小的是 讲这个 那个藏教所设 有些是 立别教 别教的部分来讲 就是讲到 这个 比如说有些 讲圣漫是别教 这个圣漫是别教 是讲 他所说的 大圣灵 没有 没有这个 所谓的 圆教 这么样子的 圆龙 这个是别教 那些 有些是别 比如说有没有讲的 有些讲 华言是 那个 圆教的别教 这个 华言是圆教的别教 是华言 整个圆教的部分来讲 是华华跟华言 华言是属于 华华是通教 圆教的通 这个谁的 华华 华言是圆教的别 别是不共 这有时候 有时候他们这样分 就是要去了解他们的 怎么样分法 大致上你可以 因为这个讲前面的 这个 里面所说的 这个 比如说 就是在我们的藏教所设 这怎么样 就是过去的主持打的 他怎么样 柯 柯一 柯盘这个 我们经的这些的 所依止 有时候我们华言间 都只要是依止什么 无碍法界 他以无碍法界为主 为体 那我们就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 因为最讲的是讲这个世界的 他的结构 内在结构是什么 就有些是讲到 比如说身闻事 最讲的是讲世大 所能造世大跟所造世 如果是按照我们法相中的部分来讲 就是所有的我们身体 跟我们正宝跟医宝 完全是由为世所变 就是我们的心意识 由我们的心意识 依这个所造的善恶业 所感召而来的这个果报 所以为什么讲这一事变 有些是完全两个都采用 那这个讲到那个 这个部分 就是讲这个世界 整个气势间 他的结构 这怎么样 有时候就讲刹体 按照这个刹体就是从哪 就是他这一点是怎么样子形成 那我们这个讲这个 另外一个讲那个 法相出体之别 就是法相中怎么讲这个 气势间怎么成立 所以他第一个是讲法信徒 依这个真如为体 这个是讲那个 因为我们法相中所说的这个国土 有这三种 一个是法信徒 但是他是以真如为体 那实报图的话 就是讲我们 我们佛的这个所谓的庄严报圣 佛的庄严报圣就是 由这个所谓的佛的一切功德 所打造而成的 这个实报图最主要是由我们的 这个按照来讲是由我们的 这个立无畏等一切功德 无漏的五蕴 这个立无畏等 这个部分来讲 最主要的是由我们的这个谁的 世之圆明 就是由大元尽至平德性至 庙观察至还有成所作至 完全由这个世之所打造而成 世之所所形成的不外 实力无所谓 这个无漏的五蕴 为他的体性 无漏的五蕴 最主要的是 这个五蕴是讲这个 我们的五蕴是设设小形式 因为我们众生的是有漏的五蕴 这个佛的清净净土是无漏的五蕴 比如说佛国世界 佛的净土 它到底里是什么 比如佛国的净土里面 因为是讲无肉的无韵 就是讲色色色小形式 里面都可以让你可以感受到 这个色色小形式 非常微妙的色色小形式 这个都是我们的佛在受用 因为佛受用他的一切的功德 如果是讲色相归信 色相归信的部分来讲 就是讲到 这个像是讲这个谁的 是暴土跟这个变化土归到这个真乳 色相归信是把所有的法相归到法性 就是讲以真乳为体 就是讲你采用的是什么样子的 从哪一个立场来说 比如说他这个最讲的是从山土来说 那这个比较没有讲变化土 所以他比较讲的法性土跟世报土 因为这个实有 变化土比较属于 变化土比较属于 依照我们众生 因为众生有所求 因为众生的业缘 所以佛去感召 因为这个讲变化土 那只讲摄像图 摄像图是讲摄静从心 这个摄像图 自律厚德自为体 佛性论云之最极致在静是为相 相其体相 摄像图最讲的是讲 这个摄像是佛 这个按照的讲 因为讲摄像 最讲的是讲所缘境 所以为什么讲 他从所缘境来说 摄静从心 自律的厚德志 我一提 佛性论 就是佛帝君的解释论本 这个最极致在静是为相 相其体相 这个最极致在静是就是我们的四字 因为静是佛的最极致在静是就是大家讲这个四字 为他的铁 因为整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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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缘就是讲佛所佛的境界所 就是讲这个佛所展现的这个佛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境界 就是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台湾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境界颜色形状 这个都是属于摄像图 所以他为什么讲到摄静从心 那如果是摄静从心 按照的讲这个守得的这个土性 绝对不可能是根本制 因为根本制只有圆真如 所以他一定是从后德制 那我们这个讲到这个 就讲这个 如果是讲这个 性相个别 性相个别的部分来讲就是 性是我们真如 相的部分来讲是四成 也讲四大 就是法性归法性来讲 法像图归法像图来讲 也讲所以把它分别来说 这个如果是这个就是牵涉到我们申文圣的说法 这个是 就是我们所说所知道的 我们的医报怎么打造出来的 医维士佛学完全就是 离不开我们的阿腊耶士 阿腊耶士离不开我们众生的心意识 所以我们讲维心 就讲维士所变 如果是依照我们的申文圣这个国土 这个国土没有说到是众生的业力所变 他是因为是这个申文圣的说法 这个气势间就是四大所成 依照申文圣 他绝对不可能讲这个国土 事物由他的心所打造出来的 所以依照申文圣 如果是 如果是剥热的部分来讲 是依真卢而打造出来的 因为不离开真卢 因为如果 因为讲到这个 波勒的说法都是讲这个 一真卢而打造出来 清静法界所打造出来的 我们先讲到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就是认识我们这个国土 他怎么打造出来的 就是有不同的宗派的说法 我们先报告到这边 谢谢个部长阿密奥 阿密奥